没有秋虫的地方 叶盛桃 街前看不见一金绿草 窗外望不见一只蝴蝶 谁说是伯哥乡里的生活 伯哥未必这样枯燥无味呢 秋天来了 记忆就轻轻地提示道 欺欺怯怯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 可是一点影响也没有 领射耳提人闹 闲歌杂作的深夜 街上轮阵识响野虎并起的清晨 无论你靠着枕头听 凭着窗檐听 甚至贴着墙角听 总听不到一丝秋虫的声息 并不是被那些欢乐的 劳困的 宏大的清亮的声音淹没了 一致听不出来 乃是这里根本没有秋虫 啊 不容留秋虫的地方 秋虫所不懈拘留的地方 若是在碧野的乡间 这时候满耳朵是重生了 白天与夜间一样的安闲 一切人物或冻或静 都有自得之趣 嫩暖的阳光和清淡的云影 覆盖在场上 到夜呢 明耀的星月和轻微的凉风 看守着整夜 在这境界 这时间里 唯一足以感动心情的 就是秋虫的合奏 他们高低红细 急需作歇 仿佛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 所以这样的无可批评 惆怅满志 其实他们每一个 都是神庙的乐师 众庙避己各疏灵趣 哪有不成人间觉想的呢 虽然这些重生 会引起老人的感叹 秋世的伤怀 独客的威逵 私负的低气 但这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 绝好的自然诗篇 不独是旁人最欢喜淫味的 就是当境者 也感受一种酸酸的麻麻的味道 这种味道在另一方面 是非常倦勇的 大概我们所祈求的 不在于某些味道 只要时时有点味道尝尝 就自诩为生活不空虚了 假若这味道是甜美的 我们固然含着笑来体味它 若是酸苦的 我们也要皱着眉头来辩唱它 这总比淡漠无味 胜过百倍 我们以为最难堪而急欲逃避的 唯有这个淡漠无味 所以心如稿木不如公愁善感 迷蒙的醒不如热烈的梦 一口苦水剩余一盏白汤 一场痛哭剩余哀乐两望 这里并不是说愉快乐观是要不得的 轻贱的醒是不必求的 甜汤是罪恶的 狂笑是魔道的 这里只是说有味远胜于淡漠罢了 所以重生终于是足细练年的东西 何况劳人秋世 独克私父以外 还有无量数的人 他们当然也是酷使趣味的 当这良意微斗的时候 谁能不意起那美妙的秋之音乐 可是没有 绝对没有 景底市的庭院 千色的水门厅地 秋虫早已必去 唯恐不速了 而我们没有他的翅膀与大腿 不能飞又不能跳 还是死守在这里 想到景底与千色 觉得象征的意味 丰富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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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